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亲 有的叔 有的常常来往 有的一直都想念 在我们心里头有几位老朋友 不在台湾住 到国外去了 可是呢 常常有电话 有一天半夜接到个电话 我老伴接着 就听他讲话 就听他讲话 就听他劝人 就听他不讲话 自己抹眼泪 忘了把电话挂下来 告诉我 那个打电话的那个老先生 他的老伴走了 这是人生的一个正常现象 年纪大或者生病 不能治 到了绝症 或者怎么样 他必然会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对一个朋友来讲的话 我们会联想到从前 我们在一起聊天 一聊聊一夜 然后再开车子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个早点 然后送他回家 我们回家 我们会想到好多好多事情 这是人的常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些亲密的关系 也许是亲人 也许是老朋友 等等的 但是 他走了 再之后 该怎么办 我的老伴 就经常不断的打电话 我也 我虽然耳朵不好 但是我也接着电话 来跟他说几句话 来为他祷告 为他的平安祷告 就是这样 人生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 多少的财富 多少多少的这种好的条件 但是总有一天会离开 但是友情却是永永远远的 如果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借着这个上帝的爱 把这份爱传给他的话 那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该做的事 朋友 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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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